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与宜嘉一起跨越空大桥 共同来学习 我们从七月份第二个星期 我们开辟了 学习如何学习这个单元 邀请到洪许龙教授 针对我们大脑学习的管道 以及大脑学习的一些方法 来提供给听众朋友 如何学习 让自己的学习效果是更好的 那最近呢 我找到了一本书 我觉得蛮不错的 这本书的书名是 大脑喜欢这样学 它让我们呢 先认识自己的大脑 找到正确的思考路径 才能够帮助我们专注 不拖延 甚至提高记忆力 学会怎么样来学习哦 那今天呢 在节目里 我们再次邀请到洪许龙教授 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左右脑的学习 脑子分成左脑跟右脑 你到底是属于左脑型 还是右脑型的呢 在今天以及下个星期的 节目时间里面 您认识了之后 对于自己的学习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学习如何学习 洪许龙教授 带你找到好的方法 对的方式 让学习更上层楼 学习如何学习 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洪许龙教授 洪教授您好 一家好 各位电传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带来 有别于我们前次介绍给大家的 触觉型 听觉型 以及视觉型 这三种学习者的 另外一种学习形态 老师今天带来的叫做 左右脑 是 那会跟我们前面 带给大家的触觉 听觉 视觉 有冲突吗 原则上讲 应该不叫冲突 一个视觉听觉 触觉 我们应该说是先天带来的 与生俱来的一个管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上次有 之前有说明过 生下来我们的脑细胞的 发达程度呢 每个人就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人是视觉的区块 比较发达 有的人是听觉的区块 比较发达 有的人是运动学习的区块 比较发达 那么可是呢 我们不管怎么样 原则上生下来的每一个小baby呢 左右半脑呢 它是发育是非常均衡的 小baby并没有左右半脑的问题 那左右半脑 每一个人都是同样大小的存在 可是呢 慢慢的随着他的这个学习 这个整个的发育过程 他接触的环境 跟他学习的方法 他刺激到哪一个脑 譬如说那些网球选手 他如果是右撇子 他的右手的手腕的这个强壮的程度 通常是左手的两倍以上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一直不断的用它 那我们的左半脑跟右半脑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不断的去用这个脑 它就会这边就越来越发达 那我们的左右手是没问题啊 我的右手再发达 我的右手即使是我的左手的三倍出 也没有问题 它不会影响我的左手嘛 对 只是看起来不均衡而已嘛 但是我们的头呢 我们的头头壳大概到一岁多两岁多 越来越硬了 头壳就硬了以后 你有看过那个除了少数人以外呢 我们有人说左边特别突出来 或是右边特别突出来的吗 没有 没有 换句话讲 当你一直刺激你的左边的这个半球 它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 它要扩张 它没有办法往外扩张 所以它只好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挤压 往另外一个脑挤压吗 对 所以当你的左半脑越来越扩张的时候 就相对的压缩了你的右半脑 所以你的右半脑就萎缩了 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样才形成的 所以这是后天的 后天造成的 没错 后天的刺激造成的 后天的学习所造成的刺激呢 去影响到我们左右半脑的发育的情况 那这种发育的情况呢 又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的方式 老师如果有个好奇 它可逆吗 它是可以 可以 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的 对 当然是可以调整 所以越小的小孩去调整它是越好 如果你从很小的小baby 你就开始很均衡的 让它去做两边都做练习的时候 那原则上就没有问题 今天早上有一个三岁的小娃娃 在问我一个国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岁的娃娃会自己 她说用画的画国字 她拿一个画图办 然后呢 在上面画说 你教我那个下雨的雨怎么画 她不是说怎么写 好可爱 怎么画 然后呢 那个两个人的两 为什么这个叫两 那个叫雨 很像 对啊 是很像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来 你上面画一横 再画一个像T一样就画下来 对不对 然后再画一个小框框 像摸一样 对像摸一样画了 好 画了以后呢 如果下雨是不是会雨滴下来 所以这边滴两滴 那边滴两滴就变雨了 嗯哼 好 她说 对哦 这边滴两滴 那边滴两滴变雨 那这什么叫两呢 我说这边画一个人 那边画一个人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了 嗯 她说 对哦 这样就对了 好 这就是左半腦跟右半腦的学习 同时并进 我没有听明白 哪一部分是属于右半腦 哪一部分是左半腦 OK 嗯 好 必须要先说明一下 这个左右半腦的分析 是怎么样分析出来的 在西元1961年 嗯 美国有一个Roger Sperry博士 他为了帮助一个癫痫病患 他就把他的头盖拿掉 头盖下面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大脑的心皮之身 就是大脑 然后大脑 这两个半球呢 左右半腦中间呢 有一个神经虫 把它连接在一起 叫做脑梁 无梁的梁 嗯 他学术名词叫做偏肢体 他把这个偏肢体剪掉 剪掉以后 再把这个脑缝合回去 再把头盖放回去 这个人的这个边险病呢 就没有再复发过 可是呢 他回家以后呢 开始就有一些怪怪的 嗯 有些东西呢 不太能够协调 所以呢 他们在把他送回到医院 去做了很多的测试 其中有一个测试呢 呃 他是 他们是做一个 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用一块很大的板子 只挖了一个鼻子的洞 把它放在 他的鼻子 套在鼻子这里 所以他左 左眼看到的东西 右眼完全看不到 嗯 右眼看到的东西 左眼完全看不到 嗯 所以当他的左眼 他们拿一个东西 给他的左眼看的时候 诶 他拿到这个东西呢 譬如说他们拿一个工具给他 他左眼看到 他马上就拿着工具 就会用了 马上就可以敲起来 嗯 可是问他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他想了半天 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利用像 这样的一个 测试测试左边 测试右边 这样两边 测测测测测测 测完以后呢 Roger Sperry博士 终于发现说 我们人的左半脑 跟右半脑 他所管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嗯哼 所以我们大脑的 左半球所管的是 文字 数字 语言 逻辑 推理 极限性思考 是 我们右半脑 管的是 形状 位置 图像 颜色 韵律 感觉 是这样的东西 嗯 那所以 因为这个 发现呢 Roger Sperry博士 在西元1981年 就拿到诺贝尔奖 嗯 那这个就是决定 我们左半脑 所管的东西 跟右半脑 所管的东西 不一样的地方 当你知道 我们左半脑 所管的东西 跟右半脑 所管的东西 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说 你怎么样教小朋友 他叫做 左右半脑 并用 怎么样教小朋友 叫做他 只用左半脑 怎么样教小朋友 叫做他 只用右半脑 如果 我用刚刚 那个三岁 娃娃的例子 写那个语 跟那个俩 对 如果 我告诉他说 来 你跟我一笔一画 这样写哦 第一笔 一横 一横 然后呢 往左边 一竖 然后再一横 过去 然后在中间 画一树下来 然后再两横 两横 两横 这个叫做 雨 嗯 他怎么跟 下雨的雨 结合在一起 嗯 他没有嘛 我们以前学 那个下雨的雨的时候 老师就是叫你这样 苗 对 这样苗苗苗苗 这个叫做雨 嗯 你就死背啊 背下来 这个叫做雨 嗯 那背下来 那个叫做凉 好 多 他就说 多血 你就会了 当你写错 他教你多写一百遍 所以你这样呢 这种方式叫做左脑式的教育 这是左脑式的 因为他只给你文字 那所以当然给你文字 语言 所以文字跟语言 其实都是左半脑 所动的给你的这个东西 都是左半脑所管的 好 那给你文字语言呢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交出来的学生 他的左半脑 当然是越来越强 对 而且他通常呢 他的逻辑思考 他我们一般被训练 在学校里面被训练 叫做逻辑思考 以前不准你胡说八道 不准你编故事 不准你有创意的 贴马行空都不行 都不可以 他叫做捣蛋 对不对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越来越有改善了 在以前呢 没有的时候 所以你必须要 很多东西都按照逻辑 按照逻辑来是一个对的 就是你想到这个 想到那个 想到那个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 好 所以我们背九九惩罚表 对 那九九惩罚表 为什么要背 因为以后要用啊 对 可是背九九惩罚表 就是左脑 因为他没有图像嘛 九九惩罚表有图像吗 没有 那就有数字 对 有数字 有语言 没有图像 好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是用左脑式的教育 所以左脑式的教育 以后的结果呢 当然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在解数学题的时候 他叫做背解法 背解法 对 这个数学是要用怎么样来解 他把这种解法的方式 解题的方式背下来 背起来 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背 背 所以背的东西呢 对我们来讲是强项 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一种东西 可是呢 我们又背得很辛苦 因为它是死背 好 那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呢 到最后 为什么我们到了研究所 这边有很多的小留学生 到美国 到加拿大的学校去 哇 成绩超前人家很多 是因为我们背很多的解法 尤其是数学这种东西 背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又背得快 以前要用头脑的东西不多 所以背得很快 那所以成绩超前 但是慢慢的到后来 对到了大学 就落后了 尤其到了研究所以后 就很明显的差距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很多的创意 当你需要创意的时候 弄不出来 当你需要用电脑语言 你看那个电脑语言 只有零跟一两个东西而已 那你要有那么多的数字干什么 没有 所以你有很多的东西呢 就在这些地方用不上 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你的左半老 可以用出来什么 好 所以又有半老呢 又有半老的功能 在以前的教育里面 觉得它是好玩的 是生活休闲的 非必要性的 所以到现在 我们学历测验 有考音乐吗 没有啊 没有嘛 基本是学历测验 没有考音乐嘛 也没有考画画啊 也没有考画画 也没有考跳舞啊 没有劳作嘛 对 没有考体育嘛 没有 没有嘛 对啊 所以这种东西都没有考嘛 除非你是体育系的 你要考体育系 不然它不会考你体育嘛 嗯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考 可是这种东西呢 其实原则上 跟我们的幼脑 是非常有关的嘛 嗯 那跟你幼脑有关的东西 你都不去考它 因为这种东西很难考 嗯 因为真的很难考 嗯 一考幼脑的东西 就叫做不公平了 嗯 因为是裁判主观的感觉 对 没有办法说你是怎么样嘛 除非你说 是你的音高不准啊 或怎样啊 不然我对这首歌 我的两个人的音高一样准 然后全部都一样准 可是呢 两个人的诠释方法不一样 嗯 那你怎么说 这个他唱得比较好 他唱得比较不好 对 所以那些金曲奖 为什么每一年 都有一些人不高兴 那觉得我明明唱得比较好 为什么我会落选 他会 他唱得比我烂 为什么就是给他 嗯 就是会这个样子 因为就 掺杂了很多主观的意见 那我们 我们从 照以前到现在的科举呢 我们就一直很怕 不公平 嗯 就一直强调公平 是 跟国外的 这个 升学不太一样 嗯 国外的升学 他们强调的是 要有个人特质 所以呢 他们 很多学校 譬如说他们很多大学 都是用申请的 当然要学历测验了 哦 学历测验以后 你要拿取 很多东西去申请 嗯 那申请的时候 成绩只不过是参考的 方式之一而已 嗯 好 那我们 可能聊得有点远了 不过呢 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嗯 那所以左半脑跟右半脑呢 他的功能上面来讲 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左脑型的 以及右脑型的 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呢 音乐过后 我们请洪水龙教授 继续为大家做分析 朋友们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教育广播电台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的八点三十分 进行到九点钟 由一家制作主持的 空大桥节目 从七月的第二个星期 每个星期一 我们在空中安排的是 学习 如何学习 这样的单元 希望能够帮助 所有的朋友 不论是学习什么 让自己的效果 都能够再次的提升 我们邀请到的是 洪水龙教授 洪水龙教授呢 是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研究所硕士 曾经担任美国 JYL无限健康 与财富训练公司 台湾地区的负责人 也曾担任中华民国 国语文表达能力 简定协会的秘书长 在大业大学 以及国立空中大学 都有担任课程委员 以及面授老师 非常感谢洪水龙教授 愿意拨出时间 来跟听众朋友 谈谈他的另外一项专业 如何学习效果更好 紧接着呢 洪水龙教授 要告诉我们 左脑跟右脑型的 这两种人 到底差距在哪里呢 那这两个差距呢 在年纪小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的 就可以两个 好像可以连通的很好 譬如说 我现在今天 天气比较有点凉 好 现在呢 这里面呢 露音室里面的温度呢 也有点凉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拿一个 冰淇淋给我 我大概会觉得 这么吃起来这么冷 好 那所以呢 当你 我讲到说冰淇淋的时候 所以 一家的头脑里面出现的是 冰淇淋这三个国制 还是冰淇淋的样子 冰淇淋的样子 对 甚至你吃过的 最喜欢的冰淇淋的 口味 口味都出来了 多讲几句 说不定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对 这种东西呢 冰淇淋是语言 语言是左半脑管的 嗯 可是为什么你出现在 你头脑的 不是冰淇淋这三个字 而是冰淇淋的图像 跟它的感觉呢 老师会有人出现 冰淇淋三个字吗 不会 好 那是因为我有经验呢 不是 因为我们 左右半脑中间 那个偏支体的功能 嗯 它的传输速度 非常的快 嗯 所以呢 当我们左边 我们曾经看过这个东西 具象的 冰淇淋这个东西 我们看过 对 所以当我说冰淇淋的时候 你的左脑马上通知 你的右脑 诶 那个图像找出来 那个感觉找出来 嗯 马上产生效用 所以它几乎是同步的 嗯 可是 它如果是抽象的 那这个抽象的呢 对小朋友来讲 第一次听到 什么叫做 曖昧 他连曖昧可能都不懂吧 对对 啊什么叫曖昧 不知道嘛 嗯 他只好死背 曖昧这两个字 然后被那个解释 嗯 曖昧是什么意思 就死背嘛 所以以前 背国文课本 是不是 除了背课文以外 还要背 背那个解释 对对对 对 那背那个解释 其实是不对的嘛 因为你要去了解 它的意义 嗯 而不是去背那个解释 嗯 可是为了标准化 只好背那个解释嘛 嗯 而不是去了解那个意义 是 因为这样 你不能产生感觉 嗯 所以你的右脑 就突然间空了 所以小学 三四年级 开始慢慢的 这种具象的 越来越少 嗯 然后抽象的 越来越多 这种左右半脑的 差距就越来越大 哦 因为你没有办法 连通了 是 你这个连通的能力在 但是右半脑空空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 可以相对 嗯 连接起来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 可以连通啊 就一定要让他 去感受到那个东西 哦 所以要让小朋友 年纪小开始 对 就让他有各种 不同的感受 去强化他的右脑 对 然后左脑的文字啊 对 一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连通到 右脑的感觉 对 嗯 好 你看 你 你教他爱 你爱这个字 你给我背下来 这个字叫做爱 嗯 那背了半天 他说爱 可是爱是什么 嗯 不知道 爱 他的图像是什么 嗯 产生不出来 嗯 可是呢 你去抱抱他说 妈妈爱你 嗯 爸爸爱你 他感受到爱 感受到这个动作 是 然后他说 你看 这个里面有一个心 嗯 我们用心来感受 叫做爱 嗯 嗯 他就 这个字就有意义了嘛 对 就活了嘛 所以他的左边跟右 左脑跟右脑 就结合在一起了嘛 中国字是有六书的嘛 这个六书呢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拆开来 去一个一个去解释的 那用这样去解释 用这样去教小朋友 他就可以把左脑跟右脑 同时去刺激 同时去发展 嗯 同时去弄出来 嗯嗯嗯 所以现在要科技发达 科技发达呢 除了要要那些科技的专业知识之外 他们的些微差距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 差距在哪里 谁的创意比较好 嗯嗯嗯嗯 你看现在手机 嗯嗯嗯 手机的功能 基本功能 大家都在用的功能 其实差不多 对 那差在哪里 差在那些些微的差距 我们甚至有绝大多数人认为 我根本不会用的那些差距 嗯 但可是那个东西呢 就是他的创意 嗯嗯 他的造型 嗯 他的手感 那以前 某一个水果牌的手机 听说呢 以前那个旧的总裁呢 嗯 那个手机呢 他自己 自己一定要去摸上 好几 好几千遍 好几万遍 才能够确定 这个手感 真的是 对的手感 嗯嗯 这个手感是什么 这个手感 触觉 对 是触觉 在 但是在我们 左右脑里面 他是右脑管的 他是感觉嘛 所以他利用这种感觉 来让消费者觉得是差距 所以现在呢 嗯 慢慢的 这些很多些微的差距 其实差别的 都不是在左半脑的东西 都在右半脑的东西 对 所以右脑可以帮我们赚钱 帮你赚钱的绝对是右脑 不是左脑 真的吗 老师就这么肯定 对 你想想看 嗯 我们购买任何东西 我刚刚 第一个就是感觉嘛 对 嗯 你购买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一时冲动以后的结果 嗯哼 啊 那个造型很漂亮 对 摸起来很舒服 对啊 我本来买个 呃 三千块 四千块的手机 就够用了嘛 嗯哼 可是为什么我要 嗯 花两万多块 三万多块 去买那个手机呢 嗯 就 他可 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感觉说 哦 拿这个身份很好 嗯 是感觉嘛 对 跟左脑什么关系 好 有的人是 哇 他的照相功能很好 嗯 这个照相功能 因为看起来 你看 他有美肌功能了 我的皱纹都不见了 年轻十岁 哎呀 一定要买这个 嗯 所以 所以有很多东西 通通都在诱脑 都是不理性的 都不是逻辑思考以后 产生的东西 可是那老师 那我们的左脑 到底要怎样 好 应该也有用吧 有 非常有用 它是基础工程 我们盖一栋房子 盖这栋房子呢 这栋房子需不需要钢筋水泥 要打地基啊 对嘛 嗯 所以你要钢筋水泥 那钢筋水泥呢 你会把钢筋水泥漏在外面 住在家里面吗 除非你真的穷到那个程度 说我只能买得空房子 我就住在空钢筋水泥上面 不会 不是嘛 所以你还要花另外一笔 跟房子差不多的钱 去装潢 去装潢嘛 所以你会住在那个装潢里面 那你那个钢筋水泥重要不重要 重要 重要不然它就垮了嘛 所以你的感受那种感觉 是建构在那个基础上面 你的右脑这些享受 这些让你可以天马行空的东西 必须要建构在左脑的基础上 我没有听懂 好 我们的左脑是钢筋水泥 嗯 我们的右脑是装潢 这样可以的吗 哦 可是为什么左脑是钢筋水泥 我还是不懂 哈哈 好 光是卖你手感你要不要买 光卖我手感 嗯 对 你又有功能啊 对 对嘛 所以我卖你空的那个手机壳 你会买呢 不会 但是它必须要套在手机上 你才会买嘛 对 对 所以呢 只有那个空的那种 哎 卖你这个手感 那个手感那种感觉 怎么卖呢 没有办法卖啊 嗯 它必须要建构在左脑的这个基础上 所以那个手感 也必须要有那个物质 嗯 跟它的物质的这个呈现 比如说有的 有的 有的那个笔记型电脑上面摸起来 有那个细纹 所以它说摸起来像那个湿的感觉 嗯 好 那什么叫湿的感觉 湿的感觉呢 是物质制造出来的吗 嗯 可是你卖物质没人买嘛 对 但是卖那个感觉有人买嘛 嗯 那个感觉呢 必须要用物质去制造出来 所以物质本身是左脑的东西 嗯 感觉是右脑的东西 嗯 那你右脑要用左脑的东西 去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两个是互相的 互相配合的 就互相配合就非常有价值 嗯 如果不配合呢 就会非常可惜 是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呃 左脑用用过度了 嗯 对不对 左脑用过度的人 绝大多数是这样 比较多 绝大多数是左半脑型的 比较发达的 对 嗯 如果我也不记得 我有没有教过大家做过一个 检测左右半脑的一个游戏 哦 检测自己 是属于呃 左脑强还是右脑强的吗 对对对对 老师今天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教大家 怎么样去判断自己 是属于右脑强还是左脑强 我们留到下次再来交给听众朋友 好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下一次的 的听众的预期度也比较高一点 对 一开始我们就教大家 OK 要守在收音机旁边 所以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 大概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嗯 我们也就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左脑跟右脑 它必须要配合 嗯 不能一个过强一个过弱 对 对不对 那那我们一般人 像我们刚刚讲 大概针对小朋友的学习 那我们大人大概都已经被那个 大专联考 嗯 考成这个样子了 补习补补补补 补成左脑强了 嗯 那我现在在日常生活中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 来让我的左脑不要那么强 来增加一下我的右脑 对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有有几个很简单的方法 假设你上班 我不管你是开车 是走路 还是打交通工具 你每天固定走同一条路的 嗯 拜托你从今天开始每天 玩一个不同的路 哦 就改了 每天改一个习惯 嗯 你每天都吃同样的菜 那拜托你换一家餐厅吃吃看 嗯 拜托你换一个菜色吃吃看 拜托你用不同的方式吃吃看 嗯 你每天都是用用筷子吃的 哪一天换个刀叉吃吃看 嗯 所以每天呢 每一个东西都换一个形式 你每天都一定非要坐在这个书桌前面看书的 嗯 明天改到你们家沙发看书看看 所以每天把一个东西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改变 慢慢的你的右脑就越来越火化 因为它 它就突破你 突破你的框架 嗯 哦 所以做这种东西先是最简单的一个突破方法 哦 所以右脑是要突破框架 而左脑就是固守框架的 对 左脑希望什么东西都不要变 它最快 最容易 最有效率 嗯 最不会出错 嗯 但右脑不行 右脑就一定要什么东西不同 嗯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尽量 是左半脑型的人就尽量多利用右半脑 嗯 就让我们打破我们左脑的框架 嗯 慢慢的去包容这种不同 嗯 甚至欣赏这种不同 哇 慢慢的我们右脑呢 可能就会越来越越灵活一点 哇 好 我想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样的练习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面还会教给大家怎么样来判定你的左右脑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的话 像我会觉得我好像是右脑比较发达一点 那那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判断了哦 那今天先谢谢红水龙教授哦 谢谢一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